王妃 王妃 怎么了 我们需要兵分两路 你和我去练衣衫 寻找大王 其他人 带着静儿去江南找哥哥 可是这是小皇子 皇帝刚刚驾崩 按说小皇子 我知道 子龙哥哥和宛如姐姐 都把静儿交给我 他们一定有自己的理由 这天底下没有不爱孩子的父母 我不能对不起他们的信任 一定要保静儿平安 可是 你们带着静儿 不在我身边安全 我不离开王妃 王妃在哪儿 我就在哪儿 阿爷也要跟着王妃 王妃 这样吧 你们一个人跟着我 炼羽山危险重重 福祸难测 人多了 可能还会误事 我去 王妃说得对 此事人少为疑 还是我去吧 我自幼伴随王妃一起长大 跟你时间最长 最了解你 还是我去吧 徐姑姑 劳烦你和阿月 带着静儿去找哥哥 这是大事 一定要你完成 那 小皇子的身份 你如实告诉他 一定要保小皇子周全 是 是 王妃 你自己要小心 有他俩跟我身边 不会有大碍的 只有找到大王 才能查出真相 是 是 来 徐姑姑 来 徐将军 找静下方 你路小心 是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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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妃 锦儿 我 我就想看看 我们到哪儿了 到哪儿了 驾 王妃 锦儿害怕 上次回州 我们已经两次遇险了 多怪锦儿没有保护好王妃 锦儿 你这说的是哪儿的话 在这种争斗中 我和大王 都难以逃避 你一个侍女又能如何 你放心 大王答应过我 他从围场回来 就带我去宁朔 去看大漠孤烟 长河落日 你这儿 若是我们找不到大王 朕怕这次又是凶多吉少 无论怎样我们都能找到大王 无论怎样我们都能找到大王 就算是天涯海角 到时候 我们把你一起带上 回宁朔 再也不要卷入这些腥风血雨之中 再也不要卷入这些腥风血雨之中 你陪我一起长大 陪我出嫁 陪我经历那么多生生死死 哪里来的对不住我 你别害怕 老天留着我们的性命 就是想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活着 就都还有希望 别哭了